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但是呢 这个工具虽然比较成熟用了很多年了 但是呢 跟其他任何一个客户端工具相比 它其实界面上和访问速度上 对吧 处理起来都不如其他工具方面 我曾经用加瓦写过比他还好的一个工具 对吧 但是为什么现在好的用户都在用这个呢 就是因为咱们现在操作的是数据库 那数据库呢 里面装的是数据 那数据很重要的 如果我把MySQL放到网上 对吧 对 如果远程可以连接操作 虽然我有用户名和密码 但是如果被黑客给截取了 那有可能他要么把我的数据倒走 要么把我的数据破坏 是不是很关键的 所以为了安全起见 一些服务器的运行商 都不允许数据库远程连接 对吧 屏蔽了这一功能 那咱们所以说本身是怎么属于远程连接的 本身 只要你设置权限 你要谁连接都可以 对不对 但是咱们原则上为了安全是不设置的 对吧 那PIRMATEMIN呢 就可以给我们做到这一点 因为它是这个工具是用PIRP写的 是在服务器内运行的 它和MySQL在同一台机器上 所以它连接MySQL是不是就本地连接 而它是PIRP写的 又放在阿帕西服务器上 对吧 那我们是不是远程用浏览器可以访问PIRPMATEMIN呢 它在访问数据库 咱们是不是就间接访问到MySQL数据库了 对吧 所以用它的目的就是为了什么 远程可以访问到数据库 这是比别的服务器好的最主要的优点 就是PIRMATEMIN这个工具 那看一下 PIRMATEMIN咱们怎么访问呢 咱们在程序里边 看一下 在装咱们这个集成环境的时候 APPs里边已经装了PIRPMATEMIN 看 都是PIRP文件 对不对 用它已经写好了 但是呢 这个APPs目录不在3W目录下 则说PIRP选择成语得在3W目录下 才可以访问到 对不对 不在这下边 所以阿帕西配置文件有个扩展配置文件 别名 那这个是PIRPMATEMIN 它给它做了别名了 我们只要访问 别名 访问 三达部下边的PIRPMATEMIN LOCKHOST PIRMATEMIN就可以访问到这个PIRPMATEMIN这边位置 对吧 那我们打开软件 我们试一下 这会我们可以直接HTTP冒号LOCKHOST下面的PIRPMATEMIN 我们就可以进入到PIRPMATEMIN的欢迎界面 对不对 或者是我们通过谁啊 我们通过这个PIRPMATEMIN 我们也可以进来 对不对 用名是路他 咱们说了 用空密码 对不对 执行 是不是进入他的主界面了 那这边的是他的什么 导航 对吧 这边的是他的常用的操作界面 那我们可以操作其他想回到主界面 只要一点这个就行了 下面都有中文提示 这是推出 看到了吗 这个是查云窗口 这个是PIRMATEMIN的文档 这个是文档 这个是什么刷新导航 对不对 那这边也有一些具体的菜单操作 分你下边点哪个 上面有哪个操作 对不对 最主要的 咱说了维拉安全 买西区默认安装完之后 都有很多个用户 而且这些用户都是一些默认的 谁都知道用名密码 对不对 或者都知道怎么访问 所以这些用户必须删掉 对吧 所以我们在这儿找个用户 把这些任意用户的 都删掉 只留什么 只留下我们log house本级的入子用 留一个就可以了 当然了 你要是建其他网站也可以加 对不对 这些都是没有密码的 都是红的嘛 删除 把这用户都删掉了 是不是删除一个 然后我们需要干嘛 我们需要编辑权限 因为没有密码 我们需要加上密码 在下边 我们这会儿重新输一下密码 比如说123456 对吧 123456 当然你要设计密码的时候 设计更安全一些 咱们是实验环境 所以告诉大家有这一步操作即可 对不对 设计什么密码 你自己决定 执行 好 密码是已经修改了 修改的时候 因为授权表只有在重启的时候 或者执行一些授权命令才可以 对不对 我们刷新一下 你看 告诉我什么 已经无法登录了 对不对 因为我现在 它已经更新一些授权表 那我们重新登录一下 用我们 对吧 root 这我们输入123456 执行 看一下 是不是就有密码的了 我们用新密码执行的 是不是就进来操作了 这样就比较安全 以后我做所有实验 我就不借新的用户了 或者是我添加一个用户也可以 对吧 在这里边我们点用户 添加全线 或者在这添加用户都可以 对吧 你可以 咱们既然都有这用户 就不给添加了 添加用户也很容易 都是图形界面的添加 比如说用户名 对吧 然后主机 你给lohost的密码什么什么 对不对 重新输入 然后下边是全线 对吧 你可以都设置 想要它有什么权限就有什么权限 一执行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回到主页面看一下 怎么完成建库建脚的操作 我们这块可以点一下数据库 看到了吗 这个数据库 或者这块也有一个什么 查询中文 对不对 用命了上都可以 然后点数据库 这里边是不是新建数据库 怎么叫做 细说 PSP 对吧 然后直接创建 是不是就多了这一个库 对吧 你可以查一下这库的权限 都可以 对吧 全局的所有人都可以访问 你有用超级关联而创建 对吧 我可以编辑这个权限 对这个库 我这个用户 入log post下本级的路的用户 可以对它有什么操作 什么都可以 所以这个比面上好理解多了 对不对 在这块也有这个库 我们可以点开 库里边是空的 对吧 对吧 我点库里既然是空的 他就要我新建一个表 对吧 比如新建一个users的表 字段 比如说我给五个字段 可以吧 执行 多方面对不对 然后分别叫做ID 对吧 然后名字 密码 然后是年龄 还有什么 性别 对吧 那假如我还有email呢 能先别管 一会儿咱们再提一下 对吧 看 ID我们可不可以用整形的 对吧 长度都已经分管 默认的 咱们可以是 字符记 咱们这些整形都不入选 往后 按下属性 咱们可以用胡符号 对不对 然后所以呢 咱们用主界 所以对吧 诸诗就是ID编号 这样的话就是诸诗有字 的话咱们看表的时候 它就有中文的提示 看到了这几个 这话咱们得选一个 那一个 那我非空 好吧 那非空的一个属性 有吗 那 那 空 属性 空 属性 属性 有 一个 这个 好 那这边就不加了 那这边我们就选择一个 无形吧 默认的 然后我们这块 名字 我们这块用一个什么 微差可以吧 长度30个 对吧 默认值 5 然后整理呢 这些咱们都不用 这块就是 这块写着 用户名称 然后 密码 咱们可以用 差 差对不对 比如说 32 对吧 后边呢 我也都不写了 这块写着密码 对吧 然后我们在前边这块 再加上 年龄我们就整形了 后边都不加了 性别呢 我们就用一个 微差 4个 就可以对不对 后边我都不写了 只是 模拟一下 然后别有情了 咱们这块可以是什么 默认 麦咱们就比较好 执行 好 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就有一个优色表了 对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结构 是不是 ID这个 然后我们这里边可以任意的去修改 都可以操作 这不是修改吗 你可以删除 对不对 第一个是主件 唯一 这里是不是都行 然后我们还可以什么 规划表结构 对吧 这里边 还可以怎么呢 添加一个字段 于表尾 于表头 于什么之后 是不是都可以 那我添加一个执行 那我再是添一个Email 这会加一个VX 30个字段 太少了 这段 80个字段 可以吧 保存 是不是添加了一个 它执行的默认是这一句 这就是这个表结构 然后我们可以看结构 可以插入数据吧 插入数据 点击 然后这里边 ID 咱们默认 咱们是E 对不对 Email 咱们就是 AAHREV.com 名字 我这 妹子 密码 123456 年龄 18 姓铁 女 执行 这样的话 是一次这一句 是不是就插入进去了 但是我还可以怎么当 插入数据 比如说 第二条 然后呢 封 名字 这Email Fong Try Lamp Rather 接下来 封 对吧 密码 111 年龄 20 性别 男 执行 插入两条一句 然后咱们浏览一下 点下浏览 我们就可以看到什么 这几条一句 看到了吗 然后我可以编辑这里边数据 比如说 这里边的密码 我想修改 编辑 对吧 这话 AAA 对不对 然后呢 我先给它加密 我这还可以使用什么 MD5加密 密码 MD5加密 执行 现在我们看一下 这是不是MD5加密的密码 上面是密加密的密码 是不是都可以参照 可以删出 它可以导出备份 都可以做 然后我们退出 这样的话 我们也可以操作 用这个操作完了之后 我们和命令行看到的是一样的 MySQL-U root-P 对吧 回车输入密码 我重新连接一下 没写什么 你要写-H ML POSE 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重新输入密码 123456 当然也可以在-P后边直接输入 但是不安全 进来 写个S状态 UiC 你看有没有 这话用 show Tables D T BS S 有没有这个系组PB的过 UiC系组PB 基本认识在库里边 对不对 show Tables 有没有对表 有 形 比如说 这 DES Users 是不看到表结构 show CR 业绩 创建 表 Use 能不能看出创建表语卷 是不可以 然后select 行 from Use 可不可以看到表结构 是命令行能做的 用这工具都可以做 而且这工具是比较直观 对吧 所以作为一个程序员 最主要的 其实是设计表 而对表的操作 用工具也可以 命令行也可以 那希望大家都可以对 那大家参考咱们 MySQL系列视频 这些都有介绍 对吧 希望大家对数据库操作 要灵活掌握 如果 PRT 没有数据库 就相当于思误空 没了金箍棒一样 功能发挥不出来 对吧 当然数据库了 除了MySQL的话 还有Article 还有其他的 都可以 好 那这节课我们就 介绍到这里 你看这话我们误完之后 可以干嘛呀 可以退出对不对 关闭到三条 好 这一课就叫这里 再一课咱们介绍 PT研究 数据部 好吧 再见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 编程员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 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 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 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 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脸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 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